大早安 球场时间 首先关注美中晶片角力 美国去年对大陆寄出半导体科技的出口限制 现在呢 今年一开年更希望荷兰与日本跟进 拜登表示还是担心大陆将科技作为军事的用途 不过 荷兰半导体同时也是欧洲最大半导体的艾斯摩尔 该公司的CEO在接受CNBC访问时就强调了 各国政府在美中晶片战中必须要非常谨慎 而且该公司最先进的EUV的光刻机 还是会继续出售给大陆 它影响了几个公司 非常厉害的供应链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非常敏感 EUV是我们最企业的产品 但我们仍然购买EUV和Metrology 也仍然购买EUV和Metrology 也仍然购买EUV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商业 是我们最企业的产品 是我们最企业的产品 我们最企业的产品 我认为这年都会比较相似的 那么如果大陆无法获得先进的机器 他们也将会自行的来研发 那么尽管这需要时间 但是大陆他们最终还是会研发成功 那么面对北京在国际上 是不断壮大的影响力 美国不论是在科技 还是贸易上都是权力的围堵 而在EUV问题上 美国总统拜登 他今天也宣布将会提供 31辆的美制M1的爱布兰的坦克 扭转美国政府一直以来 都不提供这款武器的决定 拜登他在白宫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表示 这个是为了要帮助乌克兰人 增强他们在开阔地形的机动能力 那么其实在这之前 德国政府他们也才刚刚改变立场 宣布要送乌克兰得制的鲍二坦克 同时还批准了盟友 他们可以将拥有的坦克 转手给乌克兰 那么先看到美国提供的 M1的爱布兰战车 是在1980年开始服役 将近服役了40年的时间 它是持续的不断的改良进化 到现在依旧是稳居全球陆军 主战车的王者地位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呢 具有多层的平化的右装甲的保护 这个就对战车内部的人员 是有很大的一个保护 而德国他们提供的 14辆的鲍二战车呢 其实他们的规格和M1的爱布兰 其实是相似的 同样呢 它也被视为是全球顶尖的 主战车的坦克之一 那么数十年来呢 一直为德军呢 德国的军队所用 其他十几个欧洲国家的军队 还有远至加拿大 还有印尼的国家军队 都有使用保护 那么呢 它是采油的引擎 而且在装备上呢 它还配有夜视设备 还有雷射的测距仪 不仅呢 它是可以在夜晚的时候 来强化这个视线 在崎岖的地形 也可以非常精准地 瞄准需要的目标 那么这个战车呢 其实以往就已经出现在 阿富汗还有叙利亚的冲突之中 而目前在德国的呼吁之下 波兰 荷兰 还有芬兰等国家 都已经表明 他们愿意将手上的鲍二 提供给乌克兰 那么美德接连是宣布 对乌克兰军援 但是呢 其实英国他们才是第一个 向乌克兰提供主战车坦克的 西方国家 英国首相苏纳克 他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呢 他表示将会提供 14辆的挑战者2型 主战车坦克给乌克兰 那么尽管挑战者2型呢 他的机动能力 航程表现并没有很出色 续航力仅仅是547公里 最高时数是59公里 但是他全长是8.2公尺 高度2.4公尺 还有62.5吨 他是世界上现在最公锐的 最坚固的坦克 因为他其实一个门呢 就有1200公里 55倍径的线塘炮 是目前呢 仍采用线塘炮的北约坦克 那么这也使得挑战者2型呢 他的火炮的精准程度呢 是高于其他的坦克 而且呢 说他是最坚固的坦克 最坚固的坦克 其实呢 是因为他在实战的经验中 如果他遭到了炮弹 还有火箭击中 以往的经历中 都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西方国家 现在对乌克兰的军援 恐怕会导致战火的继续蔓延 那么美国即将送坦克给乌克兰 但是呢 这些坦克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送抵呢 CNN的主播今天呢 就询问美国白宫的 国安协调官科比 今年年底 到底可不可以交付这些战车 但是没想到科比 他却雨带保留地表示 无法保证送离的日期 科比表示目前美国 没有M1的主战车的存货 因此没有办法立即的提供战车 这个货印给乌克兰 必须要通过流程向厂商 来采购下单 而转向向其他的友邦 同样呢 其实也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这个代表呢 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保证 到底什么时候 才可以将M1的战车 来交付给乌克兰 而另一头在国际上 被认为未来很有可能 引爆冲突的台海 现在也可能加剧紧张关系 因为根据美国媒体 不久之前爆料呢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 他先是计划在春季的时候 来访问台湾 现在又传出众议院的 中国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盖拉格 他打算要在台湾举行听证会 他认为呢 这样做对全球 还有台湾来说 都非常有意义 那么盖拉格 他是美国众议院 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委员会呢 是在1月24号的时候 晚间开会 他们讨论的是 台湾将成为委员会的重要议题 盖拉格他表示 除了会紧盯美国对台湾交付 军售的延迟的问题呢 同时他也会来防止 未来的台湾 会成为今天的乌克兰 不过当媒体询问盖拉格的办公室 有关前往台湾开会的构想时 却没有得到该得到的回应 而其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他昨天呢 在例行记者会中 他被问到相关的事宜时 他也表示并不清楚 麦卡锡 他是不是会宣布旅行的计划 不过他重申国务院的立场表示 如同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 国会是对等的独立机构 国会议员他们可以自行做决定 美国众院议长可能于春季访台 引发不止两岸 甚至亚洲媒体关注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重申国会属于对等独立机构 行政部门无权干涉 与佩洛西访台时如出一彻 但话风一转 表明美国忧虑大陆破坏两岸现状 Now, what concerned us last summer and what has concerned us throughout this administration with Beijing's approach to cross-strait issues is the apparent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PRC to undermine the longstanding status quo that has really held up decades of stability,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at eroded 麦卡锡即将访台计划 时间点正在美国国务卿 即将访问北京之际 而大陆外交部在谈及中美高层对话时 已经再度讲白 中美应该相向而行 也希望美方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零和 同中方相向而行 大陆多次强调 中美关系核心议题就是台湾 春节前更释出一段影片 是有关大陆歼20飞行员 大谈服侍台湾宝岛山脉 麦卡锡访问导致台海升温 确实引发部分专家忧虑 另外就麦卡锡个人而言 美国内政恐怕是共和党首要之物 加州在农历除戏之后三天连续爆发三起重大枪击 加州州长痛批大屠杀只有在美国发生 更痛批加州选出的众院议长麦卡锡 不闻不问 把美国枪支暴力完全归咎共和党 阻挡枪管法 如何平息家乡民怨 应该是麦卡锡目前的当务之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供向市多多回 accessing解采访